新北大都会公园拥有全台湾最长800公尺的提坡滑梯乐园 还设置31座溜滑梯跟100座的邮剧 但是要怎么样来命名呢 经过了网友激烈的票选之后 现在确定了名称就叫做熊猴森乐园 取台语的谐音代表着最好玩的乐园 此外也将在10月31号举行野餐接力赛 路线共分25公里组还有12公里组 每组限额200对 新北市也规划 未来每万名儿童平均享有共荣特色游戏场 会从1.31座提升到2.56座 密度成为全国最高 小朋友放暑假最爱往公园跑 尤其新北大都会公园 又圈台最长800公尺的提坡滑梯乐园 经过网路激烈票选后终于有了正式名字 熊猴森都能当这回来森 有31种用台湾生态动物组成的溜滑梯 更有100种不一样的玩技 高准你让你玩一天都不闲恋 没有很好玩只有最好玩 此外在10月31号还会举办野餐接力赛 野餐排队结合路跑接力 从下周一晚上6点开放报名 区分12和25公里组各线200队 四人一组要让你动一动 揪揪看看哪几个队 我最喜欢很开心的 竟然有送西瓜妆 看起来非常可口 连新北大家长都很喜欢的 就是报名成功后能拿到的西瓜妆T恤 还有香蕉接力带野餐店 玩赛后的柳城造型拼接奖牌 特别有创意 希望野餐家运动能增进彼此后友谊 记者中文报道